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東東東你慢點 你慢點跑別摔一致了 啊東東 你慢點跑別摔一致了 爺爺爺爺不上我 哎呦別跑摔了你 哎我說周主啊對他們兩口子最好了 在聊什麼呢 啊周主我們正在說呢 我說啊你對曹主義他們兩口子最偏心了 最好了 我什麼時候就說呢 受偏心了 我對你們就不好了 嘿嘿 紫月在看什麼呢 我兒子 我公公給我發視頻 你看一天到晚跑路不停 就是現在說話不是很利口 這說話晚的孩子啊 聰明 你瞧瞧你兒子長得那麼好 一定是公公婆婆帶的好 就是因為他們帶的好 我們才能放心在外面的工作 才能報答您的治癒之恩 就是這一不小心肚子裡又有了一個 這不是好事嗎 好什麼呀 本來這個孩子沒打算要的 你看我一生產又少了一個人賺錢 本來還打算今年年底回家蓋新房呢 這一拖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住進新房了 這蓋房子的錢嘛 早晚都會賺到的 孩子既然來了就是跟你有緣分 聽說呀還是個女兒 你瞧瞧 現在兒子女兒都有了 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你看你肚子也這麼大了 要實在不方便就再加點休息 不用來上班了 周總您放心吧 其實啊我是協不下來 行吧 那你們吃飯啊 哎慢走啊慢走啊 東東 東東 這孩子上哪去了 哎呦老頭的啊 老頭的也不好了 剛才李婶說有人看見那個 東風掉了池塘子裡頭去了 李婶 你能幹什麼趕快走 可千萬不能出事了 令人害怕的事情 最終還是發生了 李婶 來我求求你啊 你就教不求我孫子吧 太晚了 送來到路上就不行了 姐啊姐啊 哎呀 東東 都怨我都怨我 是我沒把孩子看好啊 建主點 別這樣 你年紀大了 別這樣 是我沒把孩子看好啊 哎呀 建主啊 孩子都已經 你身體不好 好極愛你吧 哎呀 好極愛你 哎呀 東東 東東 東 建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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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你預產期快到了吧 差不多足月了 遺產期在下周 紫月 你瞧你們家劍川 一刻不見你啊 這心就不定了 紫月 快點 跟我回老家 你工作做完了嗎 回什麼老家呀 你趕緊跟我回老家 東東出生了 東東怎麼了 吊水裡了 吊水裡了 你已經不見你了 大崔崔崔崔崔你沒事吧啊 崔崔你別嚇我啊 崔崔 他剛說還因為我拍完視頻 罵到你 手機開 怎麼了紫月啊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別嚇我啊紫月 瘦了自己 要生了吧 趕緊做醫院快快快快 正宋 那要麻煩你 照顧一下紫月 你們倆從農村出來 就在我這兒打工 我們除了是雇用關係 也是朋友 紫月交給我你放心 謝謝 紫月他剛生產完 申子訊 這孩子最後一面 他也見不上 估計他心裡邊 連任何人都難受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把孩子事情辦完了 我就立馬趕回來 你放心 我當我工作的 工作是不著急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孩子的事 對了 我跟你微信上轉了點錢 收下吧 不不不這這這錢我是真不能要 你看您平時啊就已經很照顧 兩口子 你說這個時候我在收六個錢 這這這錢我肯定不要的 你們兩口子平時的收入有多少 我還能不清楚嗎 這有多個孩子 然後又出這樣的事 這點錢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 你就別推脫了收下吧 那謝謝主動 行吧趕緊走別誤了車 來吧 行吧 那一句話 公文 你 人 你 你 哇 展春啊哎媽 動動嚇仗了 那紫喻哪個事都沒有 你說 她是不是沒原諒我們了 媽 不會 紫虞她不是那種人 掌 компьют 你來了 來快請坐 你好好躺著你自己來 孩子呢 故事帶去洗澡了 你這當生場人啊 身子虛我給你買一些名藥品 你得好好讀護 周總 太謝謝你了 你對我這麼好 是全世界最好的老闆 這段時間 如果不是您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熬得過來 什麼 總是將心比心的 我二十多歲給人家打工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啊 如果將來有一天我自己當了老闆 我一定不像他們那樣對員工 人心都是肉掌的 其實我看著你啊 就好像 看到以前的自己 他們說的沒錯 我對你們兩口子啊 是有個人感情在里邊的 我們也能感覺得到 你是真心對我們好的 你也知道我有個孩子吧 不過 不是我親生的 是我在福利院里啊 我聽廠里的同事們提過 好像大家都知道 可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丈夫陪我做產檢的時候 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 他當場就斷氣了 他當場就斷氣了 我被救出來的時候 孩子已經保不住了 我雖然撿回一條命 但醫生說我再沒有整個動力了 對不起啊 讓你想起來這麼難過的往事 我給你看看我丈夫的照片吧 他 他 他是您丈夫 他 是您丈夫 摸胎啊 不是的 我丈夫是家裡的獨子 沒兄弟的 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怎麼會這麼像 其實我第一次見你們家王建春的時候 我也有一種錯覺 不過就是一瞬間 你不會介意吧 怎麼會呢 他們又不是同一個人 現在看你心情好像好多了 一個人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難受 會 人這一輩子啊 咱們總得往前看是不是 你看我 經歷了那麼痛苦的事 不也都站起來了 我們要學會勇敢學會堅強 這一輩子起起落落會經歷很多事 壞的 悲傷的幸福 如果一件事情就把我們等你 你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呢 慢一點啊 我去給你煮完幾道麵 哎呀 哎 快趁熱把這麵給吃了 還得給我吧 你要喝一點 你吃了嗎 哇 你吃了嗎 我吃過了 我來進的時候在外面吃了點 那邊牛的肉 你放心吧 冬冬的事情 我處理好了 我回来两天了 你不提 我也不敢说 周虹觉得曹紫玉两口子身上 有太多自己过去的影子 为了照顾财生了孩子的曹紫玉 并让他度过丧死之痛 周虹把曹紫玉 调得和自己更密切的财务不培养 而曹紫玉通过自己努力 很快上手 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紫玉 你累不累呀 你要知道你去休息会儿 别把自己累什么啊 哎呀我不累我不累 我还有事要忙的 我就不跟你们都说了啊 你呀你别老乱门 赶紧回去工作啊 偷着了什么呢 没什么 紫玉呢挺能干的也很好学 他现在没事了你应该放心了 谢谢你周总 这样我给你聚工 你这是干什么呀 紫玉啊多亏有你的帮助才能这么快振作起来 你对我们两口子恩德啊我这辈子都记在心上 没事的 哦对了 车床车间的活重 你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行你就放心吧 一切呢按照规章制度来做 肯定不会出错的 行 喂 周胖我跟你说了没事别打电话 我现在有事 李姐就这两天塑料厂的 张总会过来 你就按之前我跟你交代的把款付给他 好的这种 好 是 你安靠 你好 我您好 您找谁呀 我是來找賬 啊 您是塑料廠的張總吧 我聽李姐提起過你 啊啊對是我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們周總不在 李姐也出去了 您改天再來吧 我知道他們不在 你不是財務嗎 呃我是 可是是就急了 趕緊我辦吧 就五萬塊錢 我現在是實習財務 還沒有權限要下週才能轉正 不好意思啊你改天再來吧 沒權限 我早說瞎當的 哎您慢走 紫月 周總 我以為您出去辦事了不在廠裡呢 資料我幫我拿了 怎麼找我有事 是這個吧 啊對 剛剛塑料廠的張總過來催账 我以為您沒在理解有出去了 我就跟他說我是實習財務 沒有權限讓他 天再來 張總 他不是說過兩天才來嗎 不過你做的很對 這個財務制度啊就必須得堅持 你也學了這麼久了 怎麼樣能上手了吧 下週就能正式上稿了 好好幹 我相信啊 我不會看錯人的 還有啊 沒人的時候 別叫我周總 叫周姐吧 謝謝 你慢走啊 你瘋了這麼突然跑出來 你再不給我錢我真的瘋了 你要不是老躲著我 我能出此瞎策嗎 你說我怎麼就瘋上你這麼個弟弟啊 我為什麼躲著你們心裡沒點數嗎 你能不能別這麼有手好險 能不能幹點正事啊 誰要我瘋上這麼能幹的姐姐呢 潘子 我說你什麼時候能夠懂點事啊 姐 我真的走投無路了 你不能見死不救吧 現在我場裡邊還欠著外債呢 要錢沒有 哎 姐 我實在是沒辦法了 你得幫我 你如果不幫我今天不走了 那你就躺著吧 撤待會兒給我開回去 哎哎姐姐 今天啊是周末 你呢休息休息啊別累著了 不行不能姑姑周總對我的期望 怎麼又買這麼多黃豆啊 紫月 這黃豆啊 生母老家的品質啊特別好 嗯爸媽呢特意給我們寄的 別弄了我不喜歡吃 不喜歡吃啊就少吃點 我說了我不喜歡吃 你怎麼還在呢 李姐 你怎麼還在呢 張總都在樓下等你了 紫月 我和周總出去辦點事 財務室就交給你的啊 好嘞您放心 喂 喂姐 喂 怎麼還沒信號呢 哈哈哈哈啊 我記得你私藥場的張總 哎對對是我 來來您請坐我給你倒水哎 您請喝水哎謝謝啊 那您今天手續都帶齊了嗎 手續啊 啊我今天走得急 忘帶了 不過我和你們周總還有財務理解已經說好了 他讓我寫個東西 然後手續回頭給你補上啊 啊哎那我打電話問一下周總啊哎 打什麼電話呀 你怎麼還不相信人呢 我那麼大個塑料廠就擺在那我還能跑了不成 再說了 你們周總財務理解也知道這個事 行了你不用考慮趕緊我辦了 我下午還有大單等著我要簽的 你別耽誤正事 可是 可是什麼呀可是 我告訴你你別把我逼急了 逼急我就出去和別人說你這麼大個廠 欠我五萬塊錢這麼久了也不還 我看以後你們怎麼做生意 你還考慮什麼呢 你還考慮什麼呢 你們周總和財務理解又不是不知道這個事 我還知道他們今天去大龍山什麼村子 去考察項目了 你還怕我騙你也不成 啊那倒不至於 不至於不就結了 我那麼大個廠還在那呢 我還能額你啊 行了趕緊給我辦吧啊 去拿紙打筆 我把那個字句給你寫了 我寫這個東西啊可專業了 外面欠我的人 錢的人多 我寫得是挺標準的 哎你過來看看 怎麼樣 寫的是挺標準的 你在這蓋個工章 然後去拿錢 哎對的我我要現接啊 您等我一下 哎 來張總給你五萬拿好 得了謝謝老婆 爸媽 你說你們也是啊 你不提前給我說一聲 早知道我去吃飯街你們的 哎呃這些都是給紫玉買的 他最近身體也好嗎 孩子怎麼樣啊 媽 紫玉和孩子都在家 一會兒啊你自己看都好著呢 那個紫玉 他對我們還有意義嗎 要不我就不去了 你們娘兒倆去吧 爸 你瞧你說的 你來是幹什麼的 你來就是看孫女的 這人都沒見著 你這心裡能好受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想什麼 不過事情都已經過去這麼久了 也應該翻篇了 別多想啊 哎 走吧 慢點啊 爸媽進來吧 哦 紫玉哎林姐也帶啊 進出回來了 那個 爸媽來看孩子 爸媽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王林林姐住母樓上 哎你好 紫玉 爸媽來看看孩子 啊 紫玉 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專門從鄉下帶來的 可好吃啊 對對對 那個 媽你給我 紫玉 這是爸媽 專門給咱們拿的 我先放進去啊 來來來 哎呦 這是我孫兒吧 來 來看一看 看到了 紫玉 啊 建川你看你爸媽來了 我就先回去了啊 行行行 好嘞 嗯媽爸坐坐坐坐坐坐 建川 平時你們倆工作都忙 那孩子怎麼辦呢 是這樣的嗎 就是你剛才看到那個林姐王林 他的爸媽呢有些時間 一般文子玉上班的時候啊 都是他的爸媽幫我們帶孩子 啊 那個 今天啊 他們在外面吃 就不在家裡吃了 省著把你們累著了啊 我媽媽讓我帶孩子爆水啊 先生先生先生 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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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孩子爆出來一下 爸媽想看看孩子 紫玉 嗯爸媽 可能那個小孩在吃奶 咱們再休息一會啊 先吃奶 媽媽 爸 你們不是要看孩子的嗎 這孩子沒看著怎麼就著急走呢 那個子余他不是那個意思 我再去敲敲門讓他把孩子抱出來 建村啊 這次來 我都準備著不走了 留下來好好照顧照顧子余 讓你們工作都那麼忙 可是剛才看到這種情況 算了 不給你們添亂了 你再辛苦辛苦 好好照顧照顧子余 我跟你媽呢就先回去了 爸 媽 我爸媽 坐了五六個小時的車來看孫女 你說你 你有必要那個態度嗎 我怎麼了 你就是故意不想讓他們看孩子 是 我就是故意的 什麼原因你不知道嗎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但是事情過去這麼久了 男的就不能翻篇了嗎 再說了 你說這種事情誰願意發生的 那不是被我們攤上了 我爸媽心裡高興嗎 他們比誰都難受 他們這次下來看孫女 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他是怕你一邊上班 一邊帶孩子 怕把你給累著了 他也留下來幫我們帶孩子 你說就你那種態度 你看他怎麼留得下來 回去的更好 我不需要誰幫我帶孩子 即使工作再苦再厉 孩子我也自己帶 你就是不想讓他們開孫女 我什麼時候說了不讓他們見孩子了 你那態度就是 哎呀 哎呀行了你別跟著我了 什麼時候還錢這麼長時間了 這不是辦公室 你想在這裡殺空嗎 你們一拖再拖 今天我是把他搞錢我就不走 你們一拖再拖 我跟你說 子羽你來的這麼好 怎麼了李姐 怎麼了 你們欠錢不還 子羽你快去把前兩天他拿錢的時候 寫的收條拿出來 看他怎麼爽無奈 你們可真會真言說瞎話 我什麼時候來拿錢給你們寫字條了 這人是誰啊 說了藏的 信贓 前兩天拿錢的時候不是寫了收條嗎 說了藏張總 不是 他不是啊 好啊 你還敢冒名鼎替 保安快叫保安把東西 我冒名鼎替 我犯得著嗎 塑料廠就是我的 如假包換 我算是看出來了 你們沒有錢 在這裡跟我玩捉迷藏 我告訴你 今天我要是拿不到錢 我就不走 必須做我先讓你們打扯 這誰呀要炫了我的場 張總 誰讓你生氣了 周總 雖然我場子小 但你們也不能隨便欺負人呢 拖我的錢 我可以是 今天 你們給我玩這樣的手段 張總 我想這裡邊肯定有什麼誤會 到底怎麼回事 他真是塑料廠張總啊 前兩天也有一個塑料廠張總過來拿款 他寫了收條呢 紫玉啊紫玉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那五萬塊錢到底該誰呢 行啊行啊 散了吧 沒爽好看的 換 張總 這件事呢 的確是我們沒做好 這樣吧 這個錢 我立馬打給你 而且是全款 你看這樣可以吧 行 周總 這還算 解決問題的態度 我就在財務室 前什麼時候到上 什麼時候走 你好不好 放心啊 該給的一分都補上 行了 我都知道了 先出去吧 我 我還能在哪兒啊 親姐夫管我了 在家受苦呢呗 你拉倒吧你 你受苦 你什么都能受就苦受不了 给你十五分钟 马上给我滚过来 要不然我就登报给你断绝关系 我刚刚拿出来了 他觉得没失望 没失望 你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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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不是 我不是 我是 我在这你 我不是 你不是 你現在坑你解釋一整套啊 什麼時候坑你了 我一看那幾個破字就知道是你 你現在膽子大了啊 敢冒名頂替騙錢了 你要不是我弟弟 我立馬報警把你送橘子裡邊去 錢 我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 再不換錢人又弄死我了 你閉嘴 這塊我告訴你啊 從明天開始 你立馬去二叔的工地給我腳踏實地的幹活 你要不去 我立馬就跟你斷絕關係 不是姐 就商量商量能不能去個別的地兒 二叔那我幹什麼 沒得商量 你要不去那行 咱們現在就斷絕關係 以後你是你我是我 沒沒 我我去 滾 姐那個滾 事情發生後 曹子豫很快把被騙的五萬塊錢 補到公司賬上 而因為是自己弟弟 周鴻覺得家仇不可外養 也沒再提及此事 他想著從其他地方來補償曹子豫 你看看 這不挺合身的嗎 周總 您這件衣服可您特別貴 您放心我一定不給你弄髒了 瞧瞧你都說的什麼話 你看我呀 現在年紀也不小吧 我這身材都發福了 這都是以前的衣服 反正也穿不了了 就送給你好好穿著吧 周總 您對我這麼好 之前我發生的衣服 你也沒有懲罰我 還讓我一直在財務工作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謝謝你 別謝來謝去的了 咱們今天約了客戶 別遲到了 走吧 行林總 那明天我就來拜託你 好 咱們明天見 你怎麼了 姐你可回來了 我怎麼把你的鬼都弄麻了 可能咱們閉嘴 進來再說 不是我有事跟你進來 你怎麼給我 姐 二叔工地上太辛苦了 不是搬綱雞女兒背水泥 不是人幹的活兒 你再這樣下去 我半挑命就沒了 要不這樣 你在場裡給我找事做吧 我之前就跟你說了讓你不要來場裡 你還嫌上次惹的事不夠大是不是 你想讓大家都知道是你做的 你讓我的臉往哪放啊 以後不許來場裡了 還有今天必須等大家下輩 這又去找了呀 唉那個你累不累要不你休息 你說說 週末在家休息不好嗎 非要出來出來人累還花錢 哎我就是覺得吧 你老在家裡面待著也沒啥意思 你說出來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讓孩子也掌掌見識 再一會兒來抱我不顯擂 你又不會抱 一會兒該把孩子弄哭了哭不了 啊哼 那地方有小賣布 我給你買瓶水你那等我啊 我給你找到 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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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維 怎麼樣 怎麼樣 今天穿進去快三個小時了 他會不會出手啊他會不會有事啊 沒事了啊子彥你先把孩子給我 你休息一會啊 等 不會的一定會沒事了 醫生 醫生醫生他怎麼樣 車禍上了他的腰肌腰椎 鼓鼓損害會導致他以後行走困難 家屬做好心理準備 子彥子彥子彥 你現在必須得監察聽到沒有 子彥子彥 子彥你說說話呀子彥 我為什麼不 我要怎麼辦 我會幫你的啊 怎麼會好起來呢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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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也是沒有辦法了 你又不過他才先回來住著呢 哎呀你最近也搞夠倒霉的 那五萬塊你也賠給場子了 本來也是我做錯了嗎 該賠的 也幸虧是五萬 真的要是再多我可就拿不出來了 那周總怎麼說呀 周總怎麼說呀 紫月 周總你來了 王林也在 哎那我先回去了你們忙 謝謝你啊 周總你們請 我聽說你們出院了就趕緊過來看看 怎麼回事啊 不是還沒到出院時間嗎 怎麼就出院了 我也是說還沒到時間 可是 他不聽我的 他現在怎麼樣了 哎正好你去幫我勸勸他吧 好 周總 您看您平時都這麼忙 怎麼有時間要看我呢 你也是 怎麼就出院了呢 不是還沒到出院時間嗎 哎呀那個醫生跟我說啊 說我現在狀態呢 就是休養 我就琢磨著吧 你說在醫院住一天 得花不少錢 就回到家裡面 躺床上 那也是休養 只不過 要辛苦子餘一些了 啊 我這呢 託國外的朋友 買了點藥 這個藥呢 對他的病 幫助 堅持之 能康復的 這怎麼能行啊 你還讓你給我買藥 那 那這個藥多少錢 我們把錢給你 別說什麼錢不錢的問題 你們兩口子平時有多少收入 我還能不清楚嗎 如果這個藥真像他們說的 這麼有療效 那你就堅持吃 吃完了我再托人買 至於錢的問題 以後再說吧 謝謝你啊周總 你當我兩口子的準備是你 熱心你啊 故意不缺 是受之有愧 嗯 我待會兒還有事 嗯 就不耽擱了 你好好休息 嗯 周總你慢走啊 周總還送你 周總今天實在是太感謝你了 啊 子瑜啊 你也別送了 最近這段時間 你要照顧孩子 要照顧你們家王建春的 肯定很辛苦 有什麼困難你就跟我說 嗯 謝謝你周總 那我先走吧 周總慢走 周總慢走 周總人真是太好了 犯了這麼大口錯他也沒有怪我 能遇上周總 真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心 其實如果周總按照常理的規定 處罰我 我也認 你呀就太善良太老實了 周總始終是老闆 老闆和員工是不可能交心的 不會真心實意待我們的 周總對我們是真的很好 你看今天還過來看我們嗎 哎呀 您就別這麼說他了 他對你好 那和我們不一樣 他那是對你有愧 有愧 怎麼會你別瞎說 我沒瞎說 你知道騙你那五萬塊錢的人是誰嗎 說了那個人我就生氣 那天要不是為了著急抓住那個騙子 我也不會過馬路沒有看過 換車害得建成為了救我和孩子被車撞 那人就周總親弟弟叫周潘 周總親弟弟 是啊 他那天騙你錢出來有人看見了 場子裡面都在傳呢 你說你最近遇到的這些事都跟他親弟弟有關 他對你好 那不是應該的嗎 什麼 雖然 你是誰啊 人家 紫月 你看這臉色不太好 是不是最近照顧孩子 又照顧王建春累了 要不我給你放兩天假 你休息休息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紫月 你怎麼今天怪怪的 你對我好 是因為覺得愧疚嗎 為什麼這麼說 那我該怎麼說 我說塑料廠張總是你親弟弟嗎 你都知道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如果你告訴我 我也不會那麼執著的要揪出這個騙子 還得健身出了車禍 紫月 我承認 我處理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 但是我不把你當親姐姐 我那麼心願你 你呢 成語都是這次 當初為什麼要來找你 把孩子扔在老天 孩子我跟兒子一養兩個 我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為了什麼我會就現在這個樣子啊 紫月 紫月你聽我點緊身的 我不聽 我不聽 我不屬於這 我不屬於這我自信 你冷靜一點 往前睡著腿必須留在這兒吃啊 紫月 紫月 紫月這個給你 什麼 這是上次你賠給 廠子那五萬塊錢 周總讓我還給你 還有我轉告你 上次本來就沒大錯讓你賠的 幫我還給周總 謝謝你來送我 那謝謝你走了如果 你有空了可以來叫我們玩 那你路上小心啊 你不會忘了結束 周總 他沒有 他說不管騙子是誰 該他負的責任 他還是得付 一碼是歸一碼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 你一直想在沉溺 学点本事干事情 是我给孩子拖累你的 这样吧 你把我给孩子送回去 你就会沉溺吧 我不会再让孩子离开我的世界了 为了你跟孩子 我做什么都行 走吧 我说你你你你你这怎么回事 这这这怎么还都坐上轮椅了呢 爸我没事 哎呦还没事呢没事能坐轮椅吗 刚才我这都看到那村里人说了 说你回来了还坐着个轮椅 我听到我的心了 没事了 行了别在这哭哭啼啼的了 我问清楚怎么回事再说吧 哎对对对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啊 建川是为了救我跟孩子 被车撞了 啊不不不爸妈 不是这样的 是那个司机 他当时方向盘打反了 然后不小心就把我 别瞒了 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说开了反而不容易有误会 紫月啊 不是我说你哈 当初你这你非得要出来打工 说挣了钱要把这这房子给翻修一下 这现在好了 这房子没翻修 这把挣来的钱全给他治病了 哎呦当初 你要是坚决要出去 我拦你一下就好了 就不会有这事 他留些钱虽然不多 但是翻修房子将就将就也够了 来我这这 另外治疗他腿伤的钱 肇事司机每个月都会打过来的 妈 医生也说了我这个腿啊 恢复的慢 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以后不能走路了 我现在坐轮椅啊 就是为了养这条腿 等养好了 我还是可以走路的 好好好 那就好 那就好那就好 哎呀 你看看就是这狮子啊 哎呦睡得这么踏实肯定好带 来来来看看啊 哎呦 长得真水灵啊 哎呦你看这眼睛鼻子嘴 这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啊 哎老头子哎 快来看看看看 嗯 像 真像 像啊 哎哎让奶奶抱抱啊 孩子应该饿了 我抱去喂拿 建川 你怎么出来了 啊 我让爸妈扶我出来喝酒气啊 怎么样 睡着了吗哎 睡得可乖了 紫月 我跟你讲啊 不知道是回老家的原因 还有什么这几天呢 我觉得我腿上啊 开始有劲了 真的啊 哎 你不信 我试你看 别逞强 就算好一些了 咱们还是要多养养 行 听你的 其实啊 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周总 我觉得他那个药啊 确实是有疗效的 等我们以后自己赚钱了 自己买 你就别再提周总了 我去给你取个荷包蛋 老紫月 哎呦 主任 你好 美初啊 哎 主任来了 那紫月在吗 啊在在在 在里面呢 哎建川 听你妈说你腿受伤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 这两天啊 我就试着做些康复训练 恢复才不错 哎放心了 对对对 是应该好好的运动 啊 哎呀 我是建川啊 你有什么困难呢 就只管说话 咱们农村呢 现在条件好了 交通也方便了 咱们呢 还得朝城里的模式发展呢 要建设好新农村 你看现在在城里打工的 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城市有的 咱们农村了 也都有了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 啊对了 差点忘了 紫月 主任来了 来了 主任来了 来来来来 我先吃 紫月啊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店 今天来了 是有事求你办的 主任您可别这么说 有什么话您直说就行 你看你和建成呢 在外边打工这么多年 肯定学了不少的本事 哎我听说呀 你这外边做事的时候 还把财务学会了 是学过 学了些 只是不经 是这样的 咱们村啊 要搞一个度假村 呃 现在 基本上已经谈妥了 那合同项目书呢 也已经签了 你说 要是这个项目 要是谈成的话 对咱们村的收益 肯定是不小 但是 我们村的那个财务 我们是没有人才 心里边也拍不出人来 呃他让我们自己解决 我思来想去啊 还是觉得你 是最佳的人选 我 行吗 行啊 你有经验 办事踏实 人我肯定放心 让你去做财务啊 我是一百个放心了 就是我这孩子还太小 有点离不开我 哎紫月 这孩子我来照顾 你看主人都这么信任你 没事你就去吧 你自己都照顾不好 怎么照顾孩子呀 哎不是还有建村的爸妈吗 主人 这事我做不了 您还是找别人吧 不好意思啊 哎呦紫月 哎怎么回事啊 刚才还好玩呢 难道 是我说错话了啊不不不 主人 这个和你没关系 是他心里那条坎啊 意识就没卖过去 哎呦瞧我这嘴 哎呀 我 我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这我这 紫月 他真的合适吗 他真的合适 全村上下呀 就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合适的人 那这样主人 这几天呢 我劝劝他 这事了 就毕童点了啊 行 我尽力啊 让我走了哎 行 你看我们这呢 离正村比较远 走宾馆呢不太方便 所以我就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一间房 这呢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方便 呃 你们城里人呐 出门都是住新奇宾馆 到了我们这呢 真是委屈你了 主人 你太客气了 你看干干净净的 挺好的 行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只管跟我说 我尽量满足你 哦对了主人 之前咱们商量好的 你们这边出个财务 人找的怎么样了 哦已经找到了 我正在跟他谈呢 那就好 这样吧你先休息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待会打电话给我 行 谢谢安主的 没事 啊 怎么了 肚子又不舒服了 那你再一休息一下 一会什么 你妈 什么意思 哎哟 我跟我妈说 说你生闺女的时候 落下病根子了 这村里有人说呢 那个山上的草药 能够治这个 你怎么 连这个都跟你妈说 妈今天见你肚子痛 跑来问我 我就跟她说了 都这个时间了 妈还没回来 你打个电话问问呢 坚持呢 哎爸 你妈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 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你跟我一起去找找她吧 哎行行行 爸爸马上过来啊 哎哎 你这样怎么找啊 我这段时间啊恢复的不错 楚着拐亮可以走 哎 外面黑灯瞎火的 你别再出点什么事 我去 不是你不是肚子痛吗 爸 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爸 老太婆 妈你在哪啊 老太婆你在哪啊 妈 老太婆 救命了 妈你在哪啊 救命 救命 妈 哎哎哎这这有人呢 哎呀 救命 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妈 怎么了你这事哎哎哎呀哎快 起来来吗 那你伤哪了严不严重啊 我的腿啊哎呦 腿 我看看 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 这不动的 肩膀肩膀啊 手也伤出来 你慢点 看你腿伤得一样不严重 哎哎呀哎 你有他 你有他 哎 姐 姐 姐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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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刚说完水没什么大问题 那你呢 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我没事 哎 咱闺女呢 哦 我在外面 爸抱着呢 这多亏你了 要不这样 我来守着妈 你赶紧回家休息一下 嗯 那行 那你就是辛苦一下陪着妈哎 那我先把孩子抱回去了啊 辛苦你了 你你这这什么东西啊 我妈就是为了这个 才弄成这样的 所以这个情啊我一定要理 喝这我就熬着喝 爸哎 那我就先把孩子抱回去了 好 哎哎哎哎哎 你慢点啊哎 妈 哎呦 哎呦 你怎么来了 我下午就回家了 来给你送饭 爸照顾你没时间做 哎呀 我不是说过吗 我吃饭问题 你不要超气 反正吃饭嘛 都要吃的 建春腿脚不方便 我跑一趟 哎呀 你看你 要照顾建春 还要看孩子 还给我做饭 你看你这累的 哎哎 你帮我大把手 那个要 要不你 你放到这吧 这孩子现在睡觉不踏实 需要人抱着 您肩膀要是不疼 你就帮我抱一下 哎 那不疼不疼不疼 来来来来 抱抱 我抱 哎哎哎哎 我给你重抱 哎呦 看看我的小孙女 哎呦 真乖呀 来来出去看 好乖呀 爸吃饭吧 哎 好好好 我爸已经过来了 快吃饭 您放在那呢 我 哎 来 好 哎呀 你看这就是鱼塘 这对面山上啊 还可以种些果树 哦 挺不错的 哎这风景也好 到时候咱们把那一片 全部种上来哎紫月 建村的妈现在怎么样了 啊 没什么大碍 在家休息两年就行了 主任你还有课我就先走 呦 你们认识啊 对 这就是我要找的这个财物 哎紫月 周总啊就是我们度假村的投资方 主任 我还有着急的事情 我真的先走了啊 哎 紫月 紫月 怎么回事啊 还这样的怎么回事啊 没关系的主任 我之前跟他有些误会 啊你能跟我说说他家住哪了吗 行 紫月 对 怎么了 不舒服啊 对了 忙你踩那个草药你喝了吗 效果怎么样 不是这个事 那是什么事 没什么我去看看孩子 老买 王建川 周总 哎呦 那要别想来 你坐下吧 坐下你腿少不方便 下下下下 哎周总 你别站着你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这 哎 你这腿好像那么 好多了 现在呀 除了这个拐杖啊 勉强能走几步 嗯 你怎麼來了呀啊 那個杜家村我是投資方知一 哎呦這不巧了嗎 是啊 那個紫玉呢 啊在里屋陪孩子睡覺呢 我叫他哎不用 上他陪會兒孩子吧我等他 行那進 我呢給你倒杯水去哎別別別 不用了你沒事周祖 要不你給我說哎哎 你有事沒有啊 王劍春 紫玉王劍春想過倒水就摔了 你別誤會啊 哄我說啊給周總倒杯水 那不小心啊這腳啊沒踩上力 啊對了周總 你必有事情要跟自己說嗎啊對 紫玉我跟你沒什麼好說 怎麼了這是 那個沒事 要不我改天來找你吧 這個其實十多 你可以為了你 你不放他 你不放他 我放他 你不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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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相思之情 你不知道你跟他丈夫長得很像嗎 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清楚都不能再清楚了 但是 我看到周總 我就會想起他弟弟周潘 要不是因為他弟弟 你的腿也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而且你跟他前夫長得那麼像 我就覺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對 在我看來 他對我們這麼好就是因為這個 那我問你 這些事情呢 都是誰告訴你的 他自己說的呗 不然我到哪知道去 那不就結了嗎 他能把這些事情告訴你 那說明什麼 說明他心裡敞亮 你的那些猜忌啊 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之前在周總屬下工作的時候啊 你比誰都開心 我要覺得你比我多讀幾年書 就想說服我在跟他一起工作 我 我呀 是想告訴你現實 你看 我這條腿呢 還在恢復期 他媽身體又不好 再加上 小家伙呢 還需要你照顧 這家裡裡裡歪歪上上下下 全靠你 哎呀 你看 之前呢 你學財物有多辛苦 你不都堅持了嗎 現在有一份你喜歡的工作 放在你的面前 我覺得呀 你不應該放棄 更應該去爭取 得讓這全村都知道 我媳婦這幾年在陳年是沒白混的 王劍川 我怎麼覺得 你在給我挖坑呢 我哪敢跟你挖坑啊 我哪敢跟你挖坑啊 你就想想 我說這些呀 對 還是不對 可是 我今天 這麼對周總 他肯定很生氣吧 你就放心吧 我覺得啊 周總肯定不會生你的氣 你想啊 之前我們在周總手下工作的時候 他對我們有多照顧 後來我們辭職了 回老家了 都還能碰上 這是啥 這就是緣分 就憑這一點呢 我敢保證 他肯定不生氣 我去上班 閨女怎麼辦啊 我又不能時時刻刻都看著他戴著他 他還沒想到 紫月 能不能再給爸媽一次機會 我相信 他一定會比我們更疼愛孩子 之前發生的事情 絕對不可能再發生了 紫月 你來了 我來找村主鎮 他沒在啊 啊 他去縣里邊開會了 那我改天再來吧 哎紫月 來都來了 咱們聊兩句吧 沒想到 咱們還能見面 建春說 這是我們的緣分 是啊 這就是咱們的緣分 一種特別的緣分 有沒有建春的因素在 我承認 最開始是有這方面的因素 不過你放心 我對他沒有絲毫不堪的想法 早知道你這麼介意 我就不告訴你了 免得你這麼煩惱 是 但是他們是長得很像 不過王建春不是我丈夫 在我的心裡邊 我丈夫的位置 沒人可以提到 只是最初看見王建春的時候 會讓我想到一些過往的事 僅此而已 要是我對你們好 其實我更看重的是你 真的 當然 你不會覺得 我是想跟你搶丈夫吧 你要搶也不一定搶得贏 雖然你比我有錢 可以啊 幾個月不見 便開朗了 學會開玩笑了 那就拜託你幫我個忙 幫我轉告村主任 說財務的活我接下了 我今天還有事 要著急走 這麼著急去哪 我要去趟縣城 天黑之前得回來 那個 要不我開車送你吧 天黑之前一定能回來 不用了 等我 不用等我 沒關係 就這樣 曹子豫又在周虹手下工作了 關系緩和後 兩人很快找到了昔日的默契 而和建春父母這邊 曹子豫雖然和他們表面上和解了 但始終心裡還是有個結 沒解開 建次 媽 媽 今天是冬冬的季日 子豫會緊點回來嗎 媽你就放心吧 子豫啊肯定能回來 啊 好好好 謝謝 那我忙去了啊 行 去吧 你小心點啊 你放心 我恢復一下腳 你到縣裡邊就為了買這 個黃金蛋糕啊 嗯 這也太小題大做了吧 我能問問為什麼嗎 這是我兒子最喜歡吃的 今天是他的祭遇 你怎麼了 好像車壞了 我去看看 車子好嗎 我也不會 都怪周潘 給了錢讓他去修車也不去 這臭小子 那怎麼辦 我今天晚上必須要回去啊 要不我給你叫車吧 要不我給你叫車吧 窮箱屁壤的 不比城里 叫車晚間根本不好用 我走回去吧 你瘋了 這還有十多公里 那也得走多久啊 今天是我兒子的祭日 特意為他買的蛋糕 今天晚上我必須回去 哎等等 我有辦法了 我有辦法 子月來 搭把手 咱們呢 請回去 謝謝了舅總 快去吧 謝謝了 慢點跑 沒事 哎 去吧 咚咚 咚咚 媽媽想你 當初媽媽沒有來送你 是因為媽媽害怕 媽媽不敢看 而且那个时候 妈妈刚生了小妹妹 你会原谅妈妈的吗 妹妹跟你长得很像 每次妈妈看见妹妹 就好像看见了你一样 东东啊 奶奶不称职啊 奶奶没有照顾好你 奶奶对不起你 还有爷爷 爷爷是这个家里最大的罪人 每次你妈妈带着你小妹妹回来 我都不敢正眼看他们 因为我心里有愧 不敢呢 妈妈你们别这样 妈这也为了我的冰伤燃彩药 摔上了腿 我都知道你们是为了我 但是我心里这个结果 但打不开啊 我我是真的吗 要是再来这么一次 真的就要了我的命啊 不会了不会了 现在我们都回来了 我们的闺女 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闺女 以前发生的事情 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对你们的 妈妈 妈 妈 我是真的怕 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对你们的 你知道 知道 我们都知道 知道 知道 纸玉啊 上班别太累了啊 现在天气热呢多喝水 好 有时间呢尽量回家吃饭来啊 哎我知道了 妈 你就别送了 回去吧 您受苦了 哎行 那你就安心去工作去吧啊 孩子呢 我们保证给你照顾的好好的啊 那我上班去了啊 哎好 嗯 嗯 这样是吗 哎 听说啊 紫玉现在把孩子交给你们带了 哎是是 我就说嘛 家人 没有过不去的 就是就是 哈哈 你们用劣质材料 我送你家好几个公司受伤了 现在怎么办啊 今天必须得我们说法 干什么啊 我走了 怎么回事啊 出事了 材料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这都怪我不好 我把财卖材料的事 交给周潘去办 没想到他在验收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认证 那是一批劣质钢筋 现在不仅当务了工期 而且之前做了的钢筋工程 还得返工 你说说你 你要真能做事情什么好事 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那 现在怎么办呀 你先把财卖公司的 地址名称和电话都给我 哦 我来放心 你啥能服务一下大家 我电话查查看 能不能联系上 对吧这样吧 呃喂 警察图事 我们这是天城村 对我们做工程被人骗了 放心吧 行 那个啊 公司你们过来啊 电话关机地址是假的 你应该是被骗了 被骗了 五十万啊 你现在知道被人骗的滋味啊 报警了总归要好一点 比我们像眉头苍蝇乱撞的好 警察应该会有办法呢 那这样吧 咱们先把受伤的工人送到县医院去 这事毕竟是咱们做的不对 只要工人提了条件不过分 我们都答应下来 那行 那我先那去吧 好 必须去 必须去 你 rainforest 小蝇 这事啊总算得贓戏下来了 资厂也没花多少钱 今天真是谢谢你 材料的事情是大事不能马虎的 这幸好是杜家穿没建好 要是建好了 那才真的是出了大事 是 你說的對 這次也算是 給我上了深刻的一刻 有多深刻呀 總之我以後做事 再不吊鑼鐺了 你說你啊 什麼時候才能懂點事 算了他這次也是被騙了 就當 給他個教訓 我們要相信 警察同志一定會抓住那些人 你啊還幫著他說話 誰讓我們現在是合作關係呢 以前的事 就當是我人生的經歷吧 要謝謝你對我的培養 集約 等杜嘉村這個項目完了以後 你跟我一塊紅城裡吧 我看好你 我看好你 父老 我覺得 當時我選擇回老家 沒有留在城裡也是對的 你看 我們現在村裡也致富了 而且現在全國都在建設新農村 我也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以後也許就沒有城市和農村的差別了 說不定到時候你們城裡人 還想來我們農村生活呢 你 現在我宣布 天池渡假村 今天正式開業 啊 來 大家伯 我帶你們參觀一下 來來這邊這邊這邊 來來來 下面那種植物的植堂啊 來我們這個啊 中的一些史 對了 我聽周潘說呀 這度假村開業 你是找人算過的 沒有 只不過呢老人有一句話 叫早春收晚春丟 所以啊我想今天應該是個好日子 為我們的渡假村討一個真真日上的好彩頭嗎 嗯 不錯 我挺喜歡的 哦 對了 警察說那些騙子啊找到了 還幫我們追回了一些款項 真的呀 太好了 這個呢 算是我給你的項子 五萬 哈哈 機靈鬼 一猜一個準 你不是一直想把這五萬還給我嗎 這是個好機會 你不收下這筆錢啊 我這心結呀 也一直打不開 哦對了 我看見春的腿呀 也好得差不多了 等孩子再大點 上街春也來度假村幫忙吧 有你們兩口子在呀 我也放心 周總 謝謝你 你該說謝謝的是我 你也知道我那弟弟 以前有多不珍惜 我呀 也不知道費了多少口舌 說了多少大道理 可一點改變都沒有 這不 你跟他相處才幾個月 老實多了 那還不是因為 他之前犯了大錯 有心要回過嗎 走吧 咱們你去看看 因為大概一天 這是什麼了嗎 那也不要緊 我去看看 你到底是誰 OK 謝謝你 好 我來